大家好,这里是花厨房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上海青 独特又好吃的做法 每次家里待客 这种做法是我必做的哪首菜 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在选上海青的时候 要选这种大头的 这种口感比较好 肉肥多汁 我们先把它的头部 像这样切下来 大概需要用到8-9个上海青 全都切好以后 把它放进一个大碗里面 碗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再加入清水 摸过青菜就可以 盐水可以起到杀菌的作用 而且可以使菜头里面的脏东西 快速脱落 我们把它放在里面 浸泡10分钟 再准备一把粉丝放进碗里面 倒入温水 把它浸泡一下 泡软就可以了 下面我们准备一个洋葱 对半切开以后 把它的根切掉 然后把它切成小粗条 最后切成小丁 切好以后装进碗里面备用 准备一块生姜 先切片 再切成细丝 最后切成姜末 放碗里面 最后准备一块瘦肉 先把它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成小粗条 最后剁成肉末 剁好以后放进小碗中备用 现在我们把菜头用流动的清水清洗一下 冲的时间可以稍微长一点 这样才能彻底的清洗干净 然后把青菜叶也清洗一下 洗干净以后捞出来 烘干里面的水分 锅里面烧一锅开水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食用油 再把菜头倒进去 焯一下水 这里加油 目的是为了让菜头不变色 可以保持翠绿的颜色 焯水一分钟以后把它捞出来 再把菜叶也倒进去 焯一下水 焯水一分钟后捞出来控水 再把泡好的粉丝也放进锅中煮一分钟 煮好以后捞出备用 这会儿我们把菜叶子像这样摆在盘子里边 这会儿我们把菜叶子像这样摆成圆圈 最后把粉丝放在中间 锅里边倒入适量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下入肉末翻炒 炒至肉末变色 下入葱姜蒜和红椒丁 洋葱丁也加进来 将它们翻炒均匀 炒一分钟以后 往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一勺生抽 一勺蚝油 将它们再次翻炒均匀 翻炒均匀以后 沿着锅边加入一碗水淀粉勾芡 煮至汤汁变得比较浓稠的时候 就可以关火了 现在我们把炒好的汤汁 浇在青菜和粉丝上面 哇 看起来太有食欲了 山汉芯这种做法 颜值非常的高 好看又好吃 家里来客人的时候 做一盘 非常的有面子 如果你也喜欢的话 就收藏起来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赞 关注 留言转发哦 点我的头像 可以观看到更多的美食视频 我每天都会发布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这里是花儿厨房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咯 好看 好看